这个小男孩太可怜了 从小都没有吃过冰淇淋 刚拿到手里就会融化 所以导致妹妹经常嘲笑他 结果这颗惹坏了哥哥 直接将家里的床单给烧着了 幸好妈妈及时拿来了灭火器 这才将哥哥消了气 妈妈想要抱抱孩子 还得戴上隔热手套 想亲一口孩子 结果被烫得满嘴火炮 从而导致自己玩不了任何的玩具 不是被烧焦就是被烫坏 所以家里常被灭火器 就连爸爸的报纸 妈妈的衣服都逃不过他的掌心 还半夜将妹妹烫成了离子烫 小朋友玩烟花 他就偷偷跑去捣乱 所以就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 妈妈被愁得整天以泪洗面 接着街坊邻居都开始出起了馊主意 有叫涂逆子粉的 还有让焦好友降温的 50年后男孩的情况越发严重 父母只好用大量的冰块给他降温 这天男孩正在相亲 女孩看上了男孩 而男孩的父母说起了男孩从小的情况 但是女方的爸爸说不用担心 随手就拿起了电视遥控器 对着空调就按起了开关 男孩瞬间只觉得全身冰凉 当女孩拿出雪糕给男孩吃的时候 男孩害怕的不敢吃 但是女孩仍然强行拿给了他 可奇怪的是 这次的雪糕不但没有融化 就连红色的头发瞬间秒变黑色 这个男人居然是个纸片人 去刷个牙都不敢用尽的桶 生怕将自己捅个窟窿 去买奶茶也是不容易 服务员直接看不见他 直到自己将身子转过来才能现身 好尴尬 就连家里的扫地机也以为他是垃圾 差点就被吸了进去 想出门遛个狗 一个不注意就被大风刮到了天上 路人还以为是狗狗在放风筝 打羽毛球朋友一个用紧 都能将自己弹飞9.362迷远 想开个跑车 差点没将自己给送飞 但是都这样了就不要开跑车了吧 早上起床心爱的狗狗也会对他狂犬固执 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展现他的优势 想要吃零食 直接将身躯钻进了售卖机里 刚吃了一口口香糖 下一秒 原本干瘤的皮肤瞬间变得饱满有肉 此就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院士 主持人都觉得他应该去看医生 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想变成正常人 这个男人已经三天没喝水了 盯着眼前的冰水 只能试探性地用手指往嘴里送 发现没有异常 于是一下下填了起来 可刚要端起杯子 下一秒 他就从沙漠里滚了出来 眼前发生了一幕 瞬间让男人傻了眼 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漠 男人只能选择逃命 他穿过沙漠 越过山丘 终于发现了一处丛林 走进里面 竟发现了一条小溪 看着眼前的救命稻草 男人赶紧趴下身子想要畅饮 可下一秒 就舔到了沙子上 这让他再一次回到了原地 无奈男人只好再次原路返回 他迫不及待地跑进丛林 来到刚才的小溪旁 刚想要捧起水喝 下一秒 嘴里都是沙子 这下他彻底崩溃了 只能亮亮呛呛地往回赶 走进丛林 看见小溪 这次他选择视而不见 直接来到了公路上 幸运地拦下了一辆车 司机好心地给了他一瓶水 可刚喝了一口 没想到又穿回了沙漠 这让男人心里 一万个策马奔腾 为了活命 他还得原路返回 好不容易再次来到公路边 逼停一辆车后 终于回到家里 看到水龙头低下的水 男人绝望了 突然他灵机一动 赶忙跑到泳池边 一跃而下 跳入水中 既然喝不了水 那就泡在水里 有个痛快 可下一秒 他就被埋在沙子里欲哭无泪 一转眼男人再次回到城市 他生无可恋地蹲在大街上 突然他想到了一件事 原来是自己不乐于膳师 浪费水资源造成的 这是远处走来一个美女 随后他就穿越到沙漠中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看完这个短片 你还敢浪费水吗 这个美女正在演出 却不知道死神已经降临 观众席上 一个小女孩吹了一个泡泡 突然泡泡沾到演员眼睛上 他失去平衡 一头栽了下去 美女就这样隐恨西北了 一生急忙穿上小丑的衣服 把女人抬走了 另一边 男友看到女孩摔死后 非常伤心 一扭头 发现猴子打开了氧气罐 下一秒 他就被氧气罐顶飞出去 哭斥一下撞到铁笼上 被老虎吃掉 尝到鲜血的老虎受性大发 顿时冲出牢笼 随后来到了舞台上 一旁的美女健壮顿时傻眼 老虎大步走上前 一爪子将他送去了西北 空中的杂技演员察觉不对 顺着绳子一跃而下 好巧不巧 被喷出的火焰点燃了全身 整个马戏团混乱不堪 楼上的老板见状 一气之下将负责人推出窗外 正在这时 警车也赶了过来 砸到挡风玻璃上 一名警察受到惊吓 不小心打开了烟雾弹 下一秒 就撞破墙壁冲了进去 警车直接砸断了房梁 整个房屋开始坍塌 老板和秘书被摔了出去 随后大门打开 人们从里面疯狂地逃了出来 场面瞬间乱作一团 那么问题来了 这算不算蝴蝶效应吗 这是一条爱臭美的鲨鱼 每天都用马桶刷刷牙 只要发现牙齿不干净 就会重新再刷一次 可即使是这样 他的嘴里仍会残留着食物残渣 所以他不惜用电钻 错刀等方式打磨牙齿 最后还用上了钢丝绳清理牙垢 工具可谓是多种多样 一番折腾下来 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口增亮的小白牙 可没过多久 牙齿全掉光了 全程刷了的寂寞 但很快 随着鲨鱼的一阵咆哮 瞬间就长出了两排新牙 又恢复到了往日的风采 这回鲨鱼又可以出去觅食了 而此时的码头上 正好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男人手拿钓鱼工具 耳朵上还戴了一副耳机 他亮亮呛呛来到码头边上 一屁股坐了下去 可就在男人专心垂钓的时候 鲨鱼正向码头悄然靠近 他一把跃出水面 爬上木桥 发现了正在垂钓的男人 于是鲨鱼二话不说奔向男人 准备从背后搞个偷袭 男人全程戴着耳机听歌 根本就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 而当鲨鱼爬到一半的时候 却被一只海鸥给拦了下来 海鸥劝鲨鱼不要轻举妄动 毕竟人类可不是好惹的 说完就飞到同伴身边 和对方争起了地盘 虽然鲨鱼也认同海鸥的说法 但他始终都要填饱肚子 于是鲨鱼又开始了行动 他拼命扭动着身体 加快速度向男人奔去 可就在鲨鱼准备来到男人身后时 尾巴无意间碰到了一个卡扣 起初鲨鱼并没有在意 还是一如既往地来到男人身边 可就在他洋洋得意时 身后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两只海鸥竟然干起了架 其中一只海鸥不满对方 偷偷使出了一套秘密掌法 把另外一只海鸥打得连连后退 最后还触动了捕鱼机器上的开关 随着机器不停地闪烁 很快就将两只海鸥弹飞了出去 而另一边的卡扣则扣住了鲨鱼的尾巴 就在鲨鱼张开血盆大口时 才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极度危险中 可这时机器已经发射上天 鲨鱼想逃都已经来不及了 即使他拼命摆弄着卡扣 始终都无济于事 眼看绳子越来越短 鲨鱼顿时吓破了打 没过多久 掉下一个庞然大物 男人也是一脸蒙圈 他睁大眼睛仔细一看 居然还是条鲨鱼 没想到连鲨鱼都玩得这么happy 幸运的是 男人对身后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不然他肯定地吓个半死 挖矿机器人找到一块水晶后 放进矿车里 这就是他的工作 然后是第二块 第三块 当他发现第四块水晶时 拿起来一看 却发现水晶藏在石头里 没办法的他只能放弃 突然身上没电了 于是他赶紧插上电源 搬动开关 释放出太阳能充电板 一段时间后 电量充满 小帅重新开始工作 结果走着走着 撞到一个大块头 上面写着挖矿 扭头一看 前方有一个挖矿机器人 他用头撞击石头 碎石堆中出现水晶 大壮笨拙地用嘴巴 雕弃水晶和碎石 然后转身回到矿车边 小帅见状 立马藏了起来 大壮放好水晶 却发现对面有一辆陌生的矿车 凑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台小型采矿机器人 大壮对他没兴趣 自顾自地继续工作 但并不是每一块石头里面 都有水晶 小帅见状 打开自己的扫描仪 很快就发现藏有水晶的矿石 他来到矿石旁边 呼唤大壮赶紧过来 大壮虽然疑惑 但还是来到矿石面前 用力一砸 果然有不少水晶 大壮正打算收集 小帅拦住他 然后用自己灵活的机械臂 挑选出水晶 把水晶放在两辆矿车中间 然后把水晶停分 从此以后 小帅在前方负责探查矿产 找到水晶矿以后 再由大壮开采 通过合作 他们的采矿效率大大提升 但是这天小帅分配水晶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问题 分到最后只剩一个水晶 小帅犹犹豫豫豫 他回头看了一眼大壮 然后慢慢将水晶 往自己的矿车里放 大壮一看 立马生气了 追着小帅到处跑 小帅躲进石头堆 结果很快就被大壮攻破 小帅只好继续逃命 结果天降巨石 瞬间将小帅砸倒在地 大壮拿走水晶 小帅非常愤怒 但他也不是好惹的 眼看大壮就要独吞水晶 他打开太阳能充电板 大壮立马被缠住 小帅来到他跟前驱走水晶 与此同时电线崩断 大壮被带上了天 小帅回到矿车面前 正打算回收水晶 结果自己又快没电了 可是充电板已经和大壮一起消失了 他只好来到大壮的矿车前 结果大壮的插头是方形的 根本插不进去 这下凉凉了